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让武冬冠主组组比较少见 那么孤属城的话是比较标准的国际标点杀队 这个方寸大堂加上一个龙弓 地府加一个普陀 然后那个这样比赛主持者这边拿到了医术 然后物理速度也比对面快 而且有一点很关键 他的物理系比对面辅助还要快 这样无论是点杀还是说防点杀方面都会好非常非常多 对面甚至没办法保护自己的输出 分离的话之前是发烧 然后那个生了一场病 然后那个之前是吃什么东西都没味道 然后后来吃了那个 然后有两三天了 后来那个网上摆兜了一下吃那个维松组C才有用啊 这个头那个发烧嘛 然后吃那个发烧的药 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 就吃什么都没味道 全苦的关键事 不知道是没味道 全苦的 后来那个摆兜了一下吃了维松组C 吃了一天就好了 把这边直接点杀了 这个对面加刘云爵 这个大堂是比对面队长要快的 然后这个点杀的话没有把对面扫死了 对面补光辉 你看这个比对面辅助速度快 有这个好处啊 你这个补光辉就来不及了 你看啊 这个已经扫出去了 对面棋子啊 龙宫这个单层伤害并不算太高 有只能鸟振啊 鸟振是没有伤害加成的 他这个输出点主要是靠物理系啊 不过好在宝宝补了一刀啊 这个点杀成功 主视角的话这个阵容点杀主要在靠大堂了 基本上 龙宫这个鸟振基本上可以说是没输出的啊 你刚刚看到这个骑个子人那个一千多没骑子人估计就两千的样子啊 然后对面的法器是直接踩了个塔 这个方寸三的话对面应该是不会 不一定啊 因为对面的物理系速度肯定不会抢了 对面可能主要是抢一下这个大堂的速度 就是让这个大堂啊慢过对面的辅助 他可能是抓个两三下就不抓大堂 主要是抓这个风系 抓这个队长 对面这把破甲是要点杀吗 用比较慢的宝宝拉起来 然后点大金这样可以点一波 但龙宫被封了啊 这个点杀小死亡中了 看一下个点杀 有点难说了 好 用比较慢的宝宝拉起来 然后宝宝顶两个大金就能出手了 一个大金一个伤药就足够 但顶两个大金稳一点 免得说宝宝这个 比如说谁的宝宝打错了 打到别人身上 打到大人身上血不够是吧 有这种可能啊 好 两个大金稳一点 来看一下这个点杀 第一刀是两千起的 这个如果出宝货就点不死了 出宝货了 那这个龙宫被封了 所以说有点尴尬 它又是一个宝货 没有移术啊 诶 最后一刀宝货还死了 这个伤害是给力的啊 破甲了这边没光辉的 这大人刚刚是没有补光辉的啊 好 主在这边借个罗汉金钟 五中关移术就罗汉没压力 方子山封他也没什么用 方子山封不了特技啊 而且封着也没用 因为我比你快 这样五中关下回头踩个塔啊 然后宝宝解自己就可以解掉这个封印了啊 没压力 我刚刚说嘛 这个对面可能主要是主机集中在风险上面速度增强 大人的速度他可能只是抓的比对面地府慢了他就不管了啊 但主下这边地府也有可能会没事做就抓你队长的速度啊 把你地府抓的甚至比龙宫还要满 会出现这种可能的 因为主下这边龙宫的话 了正嘛 速度也不会慢到哪里去 所以说不定会比对面的这个 会把那个地府抓的比龙宫还慢 有这种可能啊 不排锁 一个立皮批对面的宝宝 没批掉 这个对面的三号宝宝防御略高啊 屁不动 然后那个现在对面这把小手王点了之后 大堂对面有蹬的 所以商溃加的非常的快 主持人在这边给对面兑无资金 是不让对面踩干将 然后再直接抓他 应该不是点啥 对面一个自在 把伤直接加满 大堂是起干将了嘛 如果起干将就亏了啊 直接扫就赚了 好 真的是起干将 没动 那应该是起干将中无资金的啊 这个无资金给的nice 真的给的nice啊 然后对面凌制了一下主持人的队长 对 现在开始抢风险的速度了 这个物理系速度没必要抢 物理技术肯定抢不到 把你大堂抓得比地府慢就可以 但是主要是这个风险的速度 方之山没技术的话 不是说难打 方之山有分数还好 但是关键是他有技术可以把这个无中关 可以把这个无中关完整的压制住 这无中关就很难得出手了 但无中关的话有技能可以解方之山的封印 但是地府可以驱散相应的啊 这个解封的状态可以驱散了 好 这个风险是拿到了一速 我这个一速的话 方之山的速度并不是很好抓 因为方才有分身速 如果方之山铁的心想那个 管理想速度稍微有点困难 你这边要破分身必须要 因为主在这边地府是鸟真麻速度 那除非你说你找一个那个葡萄山 去抢速度或者怎么样 不过这就比较麻烦了对吧 你葡萄山去一破分身吗 这就比较亏了 武中关破分身更不用说了啊 把一个清清爵 对面一刀长驱 诶 知道他长驱是不是打错了 打宝宝上面去了 应该是打大堂的吧 打到宝宝上面去了 这个大堂的话应该是站住了 打大堂的话龙攻秒一下 大堂应该死了吧 讲道理啊 应该是死了的 他打到宝宝上面去了 不知道是点错了还是说 不知道点错了还是有意的去打那个宝宝的 这个不排除这种可能啊 那主下这边大堂站住 那看一下夏威科是要出宝宝他干嘛 葡萄山肯定要是给他补个灯的啊 这个葡萄山不用说肯定要给他补个灯 因为他这个伤塞太多了 然后那个方子山一速直接睡你武装怪 睡了那应该是要点杀 他可能是丢个小水王继续点 葡萄山果然是补灯 地府在抓对面方子山的速度啊 现在要把风系数抢回来 对面直接反点吗 看一下啊继续点 不是反点是继续点 没有点 抓大堂 他趁现在大堂在 把这个大堂速度抓到比对面地府慢 主在这边凌智对面的方寸把一速抢回来 宝宝千万别秒到方子山上 这个三号宝宝是个带电火闪的一个单法的一个法防宝宝 认证一个单法 然后内单打电火闪就可以了啊 然后技能的话可以打个高法莲 魔心法暴不用管 就打个高法莲就可以了 高法莲高防御 然后比如说高敏捷 法防 高神套就OK了是吧 其他都不用管 所以这个宝文技能要求并不是特别高 只不过吃个童子比较少见 一般是龙龟比较多嘛 龙龟就像以前的变异龙龟5技能他就足够了 他对面接了接了一个波兰剧布金 主刹这边是接罗汉金钟 对面去一点 这个满血加罗汉金钟 这把应该点不死啊 虽然丢了突然中了干将 不过这边丢了五环 五环还中了 那这个点啥肯定是要失败了啊 给大家说一下分裂现在是在这个斗鱼啊 973 973109这个频道来这个直播啊 不是频道是这个网址啊 斗鱼3w.斗鱼.973109啊 这分裂的斗鱼直播间 如果说你们想听 想看分裂直播的玩家 可以来那个斗鱼直播间啊 每天晚上7点钟 现在是在直播那个路亚路啊 路亚路 所以说如果想看路亚路的玩家 可以这个过来看一下啊 然后又默幻在斗鱼上 是不能播的嘛 973109 3w.斗鱼.7-973109啊 然后那个呃 QQ群的话是9548 9346 QQ群的话是9548 9346 怎么都是9开头了 我也觉得很诡异啊 好那个广告打完了 就给大家直播啊 这边一个群秒暴击了 暴了3000多 对面直接踩法房 嗯 凌智了一下 主持人家的一个法器 看凌智这个法器是 这个法器速度 没必要凌智吧 对面大狼比这个龙弓快的 看凌智这个法器是什么鬼啊 没搞懂 好对面敌那个小四海 因为主持人家 这边也没有去抓对面大狼速度啊 他也不用管对面大狼速度啊 对吧 他只需要管你方式3速度就可以了 他对面凌智龙弓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可能比这个龙弓快的 你龙震龙三位 是吧 还有这个武装甲封大狼没封中 封智三直接落破一把法器 他觉得封大狼可能会 可能会被水清啊什么的 直接落破法器一样的 然后这边开始抓大狼速度 抓大狼速度 其实意不大 我觉得可以抓地府速度 你要把地府抓的比对面的 把地府抓的比自己大狼慢 你就好大非常多 真的 抓他大狼速度没意义 你要把他 你要把他地府抓的比大狼慢 自己好大很多 当然抓的 如果是 如果是想把这个大狼 抓的比龙弓慢的话 就好处就在于 好处在于龙弓可以控尸 是吧 比如说他拉大狼 我龙弓比你快 你不过控尸吧 伤害很集中啊 你可能宝宝卡不上药 或者是说我大狼 那个我龙弓比你快 你大狼血不过就少不出来 这种情况 或者恶龙续猪打你少不出来了 这就也有种可能啊 但是这个比较慢的一个过程 如果让这个 如果 如果给了对面就会在这个时间 拿到了封系的医术的话 继续拿稳封系医术 说说了啊 拿稳封系医术的话 那就很难能打 比如说对面一直抓你五中罐的速度 你就一直抢不到一封系医术了 那你五中罐基本上就很难能出手了啊 还在抓大狼的速度啊 他看来是铁的 现在把对面大狼抓的比这个龙弓慢 因为这个龙弓是这个速度位嘛 他觉得这个大唐应该 那个龙弓跟大唐速度应该比较接近 其实你要想啊 这个地府本来比大唐慢的 你应该抓下地府速度 让他慢过你的大唐啊 对不对 这个两个人速度很接近的啊 把这边一定要 这边双方都是在这个 争夺这个物理系的 在争夺法系速度 现在这边是 一定要铁的心 把你这个大唐抓的比我龙弓慢啊 不管你地府了 我先抓你大唐速度再说 虽然这个抓速度确实 物理系肯定在我这边 不用想是吧 这个边解了龙弓的封印 那么龙弓刚也是临治了对面大唐 现在双方的速度特级弓的差不多 防止三刚是封了这个武装罐 他这位要封谁 这个铃神爵 起了个铃神爵啊 他自己起的 不是这个七星八卖啊 自己起了个铃神爵 这个状态太多要顶状态啊 这个方寸 分身铃神 然后加铃洞 再丢个状态要顶状态了 对面破甲了主持人的武装罐 这把的话 地府又毒了一下龙弓 什么鬼啊 没搞懂啊 龙弓也没有很久没秒过了吧 刚刚落魄了一把 他没有秒的 而且这龙弓取秒的上 还真的有点低啊 秒对面人几百血 上千都上不了 就秒宝宝稍微疼一点点 确实有点小尴尬 就在于 他这个铃神确实没输出啊 你看对面顶着罗汉秒900 秒秒那个七八百九百啊 你这个没罗汉里秒七八百九百 这像话吗 简直不在一个输出啊 不在一个level啊 你要战小龙增加百分之三十的伤害 然后魂军兽卡的话 加百分之二十嘛 高魔星嘛 是吧 那人家相当于 对面变了两张高魔星 还加一张那个 陵妇女娃 那你这边 这个究竟一张高魔星 这个双全能力中手啊 对不对 这边点三对面大唐 现在对面大唐是有指人的 这个点三不一定 主持人这边大唐是没干将的啊 大唐第一刀是两千九 第一刀暴击了 那就有希望了 第二刀保护 这个大唐血应该不多了 一直在保护 保护就代表他血少 血多他是基本上不会怎么出保护的 好 这个应该要 可能会死啊 地府这把没有毒 这把是抓了一下 这把毒一下说不能救一下 抗龙点一千六起 好 这把为了保证点杀的成功率 直接用抗龙龟海 他知道这个龙龙现在是没什么疏忽的 所以直接用抗龙龟海来点杀 好这样点杀成功 点杀还是主要靠大唐的 现在 所以他这个还是比较给力的啊 这个黎皮宝宝不管他 一直在压大唐的宝宝 黎皮没人管 没人管的孩子 然后分店的话 因为是那个 这个就是病杠 大病出狱嘛 所以说状态并不特别好啊 这种比赛 我这种感觉帅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一下 确实大病出狱真的 发烧到 你知道晚上睡觉就冒冷汗 然后那个 然后就是 还有就是那什么 就是你在那个 白天的时候 头特别特别疼啊 昏昏沉沉的这个 头特别疼 全身都酸痛 现在好了一点了 那个就头部疼了 但是喉咙就开始痛起来 我觉得这 就是有感冒的迹象 我这感冒就分阶段的 比如说你感冒的话 我可能会先喉咙痛 喉咙痛完之后 就是那个 打喷嚏 然后就是流鼻涕 就是分阶段 喉咙痛是第一个阶段 明天我再去买点感冒药 我估计是发烧转感冒了 我怀疑啊 很有可能是这样 像喉咙特别痛 所以撞的还不是特别好 大家理解一下啊 把这边踩塔 刚刚方子山是 睡了一下主校的普洛山 但这个武装关 用了个清风望月 把这个风景解掉了 现在这个地方 没机会去抓这个防唇 方子山一直分身 抓不了他 大狼破解 三号宝宝 三号直接防御 龙宫棋子人防止被点 因为这个大狼死了 所以他比较有虚弱 其实龙宫不用怕 龙三打大龙都打不动 跟别说打龙宫啊 避雷破甲 然后这一下 防御双没伤害 这个直接是两千 直接打死了 然后那个 打利劈 对面一个暴击 这个利劈是个烂利劈吧 感觉没 伤害不高 但是抗性挺高的啊 伤害也不能说特别低吧 好武装关起登 走出来这边状态有点多啊 好再起登 这样对面龙宫取秒 秒人就不疼了 你一个龙宫取秒怪 就是在给我送愤怒了 所以对面可能不会取秒 要奥龙吸猪的战术了 杀宝宝取秒没意义了 你现在取秒怪 我这边 都没回合 哎这个大狼长期打龙宫 哇差九百血什么鬼 了之没伤害就他妈蛋疼啊 打龙宫 而且我估计这个小小龙 是不是有加 加有一些高抗性的节奏啊 就加了一些耐力啊 这么长期打九百血也不至于啊 就算没有子人的话 也就说最多打两千 大狼一个长期打两千 这像话吗 不像话啊这个 好那个宝宝点对面的一号 对面大狼现在倒地还不能起啊 七宝解雾黄解掉 对面放出来私心的主持药的队长 好的私心中了 包囊了一下自己的一个这个童子 这边是起了个鬼眼 葡萄莎拉起了自己的一个 葡萄莎拉起了自己的这个小夜 拉起了大汤 这边主持药这边再给这顶药 好驱散一下这边的状态 大汤一刀破血 破血了对面的这个大汤 直接破死了 知道你这回合会拉 你上回合长期没拉 没拉是吧 这回合你肯定要拉了 所以是直接破血控尸 好轮功全秒 看对面就有点压力了 大汤一死就会容易被压到压得很惨 因为现在这个物理系啊 抗性对不起来的 心静脉的原因啊 你这个这个如果你要 你如果是想有一点点那个伤害的话 那你就不能有抗性 因为这个大汤有个经脉 跟那个耐力值跟力量的相差有关 你耐力值越高你的伤害就会变低一点 反而会 基本上大汤都要点那个经脉了 所以说这个没办法 好刷了一下对面 然后刷了一下灵笼 然后主要在这边再加光辉 把光辉补起来 刚刚这个没机会加 现在稳住了 因为双灯齐场齐好了 龙光虽然秒的疼啊 龙三部龙光确实秒的疼 这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但是现在双双灯在身上啊 这个武装光的血灯加400多 普罗山的灯加1000多 一回合回156 回个167 你很难受的 你龙光取秒怪 基本上就在送愤怒的是吧 你看这龙光取秒怪 虽然看虽然秒个1000多 但是大多数的大多数人 只能说秒宝宝吧 秒宝宝稍微疼一点 其他人就每回合平均下来 就击白血而已 平均下来啊 就算这个跟回复差异比的话 击白血 压力会小非常多 对面现在大堂被封得很惨啊 主持人一直封对面的大堂啊 把这个七宝解这个毒 主持人在那边补虚弥了 这么屌 要冲对面了吗 他出错宝宝了 出的圣法虚弥啊 圣法虚弥 应该这种宝宝 因为顺法这个 顺法这个特性啊 顺法这个特性是要减血的 所以这个宝宝帮他抗抗 没什么抗性的 对面这个波兰没加上啊 还好被打死了 不然这个大死亡更傻逼 这个宝宝打对面的宝宝 是挣了个大死亡啊 地府直接抓死了 那边大堂 虚弥配合 出了个法联 配合地府直接抓死了 龙宫取秒 龙宫没有鬼眼 打不到那个宝宝 那宝宝刚神了 对面一直压大堂的宝宝 点大堂吧 我一直无限秒 现在虚弥来了 应该要先杀虚弥 大堂又死了 被封杀 出不了手啊 这个大堂 龙宝跟方寸的话 各有好处 龙宝你看 现在好处在于他可以起个灯 虽然现在主要 现在没天地层兽了 以前更强 方寸在于这个点杀更强 刚刚以前分裂的视频 也说到过 是吧 点杀非常非常强 配合这个点杀队友 特别是大龙宫 有时候输出可能缺一点 配合一个方寸 封个湿火上实现什么的 控尸啊 无论控尸啊 还什么都非常好用 这游戏的长驱控尸 不过对面这把不拉 用宝宝来拉 也不好说 因为普多山也封了对面的 武东哥封了对面普多山的 武东哥封重了 而且 所以 这张长驱应该是控尸 但是 不知道对面是用普多山拉的 还是宝宝拉的 看对面宝宝动了没 就知道 如果是宝宝没动的话 没拉的话 这就代表是普多山拉的 这个蓄米死了 这个蓄米应该是出错的 我刚刚应该怀疑 可能是拉错了宝宝 时间来不及 选宝宝的时候 可能选了半天 然后 麦来的鸡犬 所以选了一个顺法的蓄米一出来 虽然说这个宝宝也秒死了对面大唐 但这个送掉一个宝宝相当于 好 一个清风上月 这个清风有点亏了 因为对面是接个罗汉金钟 反而是让自己进入疯狂状态 这边小手王点杀 对面葡萄山被放射 是齐巴尔登的 宝宝结葡萄山 应该没那个葡萄山块 哦有 这个宝有葡萄山块 这个千数刚刚隐身的 我有名葡萄山块 然后加个波兰 不知道能不能救 蒂夫读一下 大唐起来 然后一个灯 起来一千血 灯一千血 波兰加一千八 六百 估计还是得死 蒂夫读了一下 回了点血 好 这个最后一刀少了四百血 龙宫是单疼的 子人加罗汉 疼多少血 天一千二 金星绝 哇 这个金星绝对是救命 这样应该是救回来了 这个防点杀 防得非常赖 大王直接防御了 没防御包死了 他知道自己肯定要被点 而且这个罗汉 罗汉 加上子 加上这个金星绝 把他救回来了 然后这个强行救回来了 从绅士边缘拉回来 然后龙宫没伤害啊 腾不动 腾过去一千多 真的是有点小尴尬 他这回用抗龙龟海 应该是死了 然后但他用的是单疼 这把再给对面大王 这个时候我们防止对面反点 这个时候对面可能会反点你了 对面破甲了 主是叫做葡萄山 而且还丢了个失魂 他是要点葡萄山 果然 点葡萄山没干将 中了射魂 一千五起到一千八 主塞这边有罗汉啊 不知道龙宫丹腾 还是奥龙西猪的 还是抗龙龟海 丹腾应该是点不死的 应该点不死了 这个奥龙西猪 出降魔了一千多 那没希望 宝宝派不动的 宝宝派不动葡萄山 不要觉得大糖少了很多 宝宝是派不动的啊 你没有利劈就派不动 你看几百血 中了失魂也没用啊 葡萄山防御太高了 没办法 而且现在有一些葡萄山 是对格党的甚至是 因为葡萄山防御 到了一个极限 到了一个极限值之后 那个防御再高 也没什么玩意 反而是格党有点好 因为宝宝本来打不动他 格党是这样的 打多少血 然后剩下的减免嘛 就相当于 比如说他打我400血 然后我堆了400格 堆了300多格党 他打我就真的是一点血了 但壁雷的效果是减半的啊 就是说用壁雷的时候 效果减半 暴击的话是忽略那个 忽略格党的 这个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反正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本来在PK上测试了一下啊 偷偷的测试了一下 发现了一个数据 就是说 壁雷击破的时候 这个格党效果只有一半 就平砍他 比如说你格党 你格党之后 平砍宝宝平砍你可能有1000 但他用壁雷打你能打500 然后他用那个宝宝暴击你的时候 能打你2000多 就是说暴击的时候 那个格党是无效的 所以格党这个东西啊 也不能说完全无效 你看他编个幸运卡就可以 这个卡片就完美叠加了嘛 对吧 他就宝宝就不能暴击我了 然后呢 这个我也可以格党啊 壁雷打我 我也不是啊 反正也不疼啊 反正壁雷宝宝打我本来就不疼 然后那个抓了一下对面打糖 所以建议如果不编化魂卡 或者是不受辅助的话 对格党完全没什么乱用啊 完全没什么乱用 真的完全没乱用 皮他宝宝打你 你要是个输出的话 接着宝宝打你几百上千了 你格党啊 你就算堆满格党就四百四五百 没乱用啊 还不堆点防御来的实战 那个宝宝点这边的方正三的高速宝宝 因为方正刚刚送了几只 武装罐啊 不好意思说说啊 点这边封系的宝宝 因为我刚刚刚送了几只宝宝 所以他宝宝是比较偏少 对面是知道这一点 所以现在是压制你武装罐的宝宝 好这边把普通三的宝宝点掉 现在两方就是僵局了 就说你点不是我点不是你 然后现在大家相互接罗汉也是有好的节奏 方正三一速 主在这边抢不到一速啊 没办法抓他主要是 方正三这个静脉点 他这个方正现在分数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回蓝 回蓝回血 那个静脉的话 基本上可以让你无限的啊 这个点了那个静脉你没蓝 他就给你回满了 甚至是 还会回复他的最高最大值的相差 就说你本来开场是打比方三千蓝 那么你现在没蓝了 你用了分身数 然后那个回蓝就非常多 但是现在没有女儿穿打蓝嘛 也不会有云龙很少见 而且现在很多回蓝药 大家都会带点回蓝药回速度的药 所以点那个分身回蓝没意义 还不如点分身多一回合 本来梦幻修就是回合这游戏 每一回合都非常关键 每一次分身多一回合 一场比赛下来至少能绝业四五回合的出手 你觉得点哪个划算是吧 你甚至是用不到那个回蓝 有时候啊 那个点那个回蓝的经脉的话 就把对面包蓝了一下 知道你会反点我 然后再毒 骑干将只能来勾引你来点我的吗 这边是果断的点杀 宝宝保护 这点杀防得很难是完全拆到 不过第一刀打了一千九 应该是直接破掉了波兰了 第一刀打一千九 波兰打一千九 毁了一千九 直接破掉波兰 这边四刀保护 全保护 大刀还防御了 抗龙龟还点 能不能点死啊 看一下 抗龙龟还一千七的一千七 好 没死了 打上常去别反正啊 被反正就是他妈傻米特 flag这个 打六千多能挣三千多啊 宝宝能绝杀吗 不好说 我不知道对面的血量大 应该是打 应该打不死 宝宝打弄的哈 哪个暴击 没办就没希望 啊三十九 那就没希望了啊 没宝宝了 现在紫金城的宝贝有点吃紧了 他这边宝宝飞得比较快一点 对面现在就是 他点杀还是找机会 不点杀我就清理宝宝 你看他长期打宝宝嘛 他掌握宝的又是 因为这个决赛啊 一百七五十弹 服装的决赛呢 决赛是两个小时的 一 其实冲也没什么暖用 反倒是你把对面的宝宝打得很紧张 或者是很刺激的节奏 让反而是让他们很难打 或者消耗他的药是吧 然后地府抓一下 这个波兰歇射的障害 他这个速度还是要抓下去 破掉了这一号宝宝 龙宫取秒 这个现在主射别没宝宝了 只有两只了 那夏威克就很危险了 夏威克你是防脸杀还是要干嘛 还是拉宝宝呢 因为对面大堂好像干将还在吧 我记得看一下 对干将还在 最后有个干将 干将还在 那大堂还能少 你现在府中官被封 你肯定要出宝宝的 对吧 那其他两个输出怎么办 你出宝宝还是要防脸杀 这就很纠结了 好 睡了一下葡萄山 这个睡中了 清风望月 这个他防不了清风望月 没吧 清风望月是不要分 基本上可以忽略我分路 32 相当于一个小姐长刀分路 这边踩个塔基本上分路就长下 不过对面 我觉得战术有问题 他老是想要点这个葡萄山 想一波冲 这把好像少不出来 主射那边直接继续点你啊 我他妈的知道你会点我的 我不防点杀 我直接点你 我关你我防个毛啊 是吧 死刀保护这个蛋应该少不出来了 少不出来 但是点杀肯定是防住 点杀防住 抗龙龟海 这一次 哎抗龙龟海直接能打死啊 37 应该能直接 宝宝应该跟了应该死了 但是没中小死亡可惜了 一个小死亡就好 一换一 大狼换了对面的 大狼换了对面的葡萄山 换了这边的葡萄山 但这个没用 因为主射这边直接拉起葡萄山 然后给自己来个灯 直接就回上来了 你大团中的小死亡 龙龙是休息的 你看啊 这个这边是直接是武装罐 直接人拉 葡萄山有筋脉嘛 血少血少的时候 这个回复效果会翻倍嘛 他这个灯点起来 就会翻倍啊 两个灯的效果 就很赚 对面不过可以直接拉 这个小死亡时间是已经过了 所以直接拉起来了 然后拍醒了这边的碎 然后顶了个药 这个拍碎拍的很难事啊 然后刚好是这边碎的龙龙 他是知道的 再顶去顶血 把宝宝单秒控尸 可惜没控住 那这个宝宝没有龙龙快 所以拍醒了也没有动 而且这个龙龙 他妈一出宝宝他也秒了一把 因为碎的话 你出宝宝是可以直接出的 他没动 被碎了打醒了没动 他是没有出宝宝 还硬着头皮秒了一把 两只宝宝你还秒 你想一包把这边冲了吗 不可能吧 对面五只宝宝你怎么冲啊 就算对面不能把你冲下来 对面直接宝宝顶要 你也冲不下任何啊 这个时候终于知道点大堂了 前面一直点 龙龙米对面大堂快 这个进去就解了 这个小手啊 前面一直点薄罗山 你妈的 点死了没什么老用 你看有什么老用啊 没有 可惜啊大堂比较慢了 点是点死了 攻击位在大堂上还高 不过终于速度强 在手上还是比较稳的 龙龙米对面大堂快 这他们就尴尬了 关键对面地府又没空抓 对面地府一直在毒前面 我不知道他要毒 按道理来说 这龙龙局面上 应该是非常低的 应该是没压力的 他为什么会毒呢 有点看不懂的节奏 前面的毒是我没看到 他毒了几次啊 有个一回合 好像是那个毒 是为了来给大堂加血的 但是其他回合的毒 我就没看到了 难道龙龙有强暴胜 没事就喜欢把血量保持得很高 不过祖赛这边还是很虚弱 因为他们这边 大堂跟普洛山都刚刚死过 所以马上也是起了个指 这个龙龙群秒 控大堂死挺没控住 也不是说控死吧 点宝宝秒秒秒神了 大堂差一点直接被秒死 秒死就好了 祖赛这边应该不会用两个宝宝直接拉的 秒死的话 这个大堂就 他们这边就比较怕了 可惜没秒死 那普洛山一个自在他就没办法了 方祖赛直接分身 帮你抓我速度 他现在这边就是不管你方祖赛速度 我要拿好龙龙速度就行了 反正我还抓不到你方祖赛速度 不抓你速度行了吧 对面给大堂起了个灯 不过这一回应该点宝防不住 除非地府人顶要 地府出宝宝了 那这个点宝宝就死定了 这个 防御估计都得死 没防还 宝宝保护不够啊 他没血啊他 好 最后一道保护 龙龙丹腾的还靠了过来看一下 丹腾的话应该也死了 这大堂血不多了 起了个子人 大堂比龙龙快了 速度好接近啊 暴击了 奥龙细猪 那大堂再见 对面龙龙龙竞角救一下 没救得了 如果不暴击没死的话 这个竞قط解救回来 祖赛这边要哭的 马上对面直接反点你啊 他不一定点你大堂 他可以采钙这样 或者是干嘛 反正这就很难受 你会很你会很怕 可惜是龙龙龙 奥隆 inf Cash 而且没有灵动的奥隆虎ç 打暴击了啊 这个应期确实不错 而去散对面的状态 地府 伯来参起 地府继续抓 裹中官的速度 你这个 他这个龙弯速度好像比你慢吧 你没必要抓 我觉得是比他慢的啊 把龙弓去秒暴击 如果这个时候对面是刷龙弓就好了 因为对面这场比赛不点杀 亲宝宝的话他能赢啊 然后两个高抗性的龙弓就亲你宝宝 走在这边很难受的真的 这个方式他也不好点 一直碰上身上 可惜对面是个大堂点杀队 点杀队就是有点尴尬 谁被压制 他被大堂被压制 就非常非常难打 你大堂就是一个累赘 可以就像现在一样 大堂就是个累赘啊 你能干嘛了 什么都不能干 现在你的大堂只能在这边防守 很难受的 主持在这边拿了个金星爵 然后那个小手王继续点杀 点杀对面的这个曼族沙华 不过对面接罗汉金周 这次应该是普罗山破的分身 普罗山人破分身 然后来点杀对面的这个方队上 好 荣光精青保证输出手 这个点杀应该是能成了 抗龙怪还点 球稳 你看单成一千 卧槽 奥伦修之又暴击 你你牛 这个大 不是奥伦修之外 又又又又暴击了 这个 抗龙怪还打暴击了 第二下打了三千多了 这个防守山直接死了 能平就是好 有时候 有时候就看你运气 孟环西本来就回扩这游戏 其实本来运气的距离占很大 特别是这种风系队 点杀队的话 你小爽这么重 比如说你风系疯疯疯的 这种都会影响 都非常影响 比赛的大局 非常非常影响 这边起双灯 我发现这个病美好 真的挺难受的 就吞口水的时候 会觉得特别特别疼 喉咙疼 我现在觉得喉咙好痛 我现在正于大半夜录的视频 然后又没法买药 对明天睡觉起来 睡醒了之后去买点药 但我估计明天睡醒之后 这个症状就会更加更加的严重 一般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刚刚这种出征 他过了之后他就会更严重 可能就到下一个阶段 好 当免一下大堂 现在祖赛这边宝宝这三只七宝 来解毒 祖赛这边直接破甲这边龙杀 这个破甲龙杀在临次 临次普洛杀 这要点龙杀了吗 其实他现在可以抓地府速度 他地府没速度的话 可以抓一下地府速度 因为对面地府 我刚刚说过 速度跟祖赛这边大狼 速度非常接近的 刚刚对面就抓了两下 就把速度抢到 祖赛这边抓了 现在这个人还可以抓一下地府速度 对面现在就不好防了 比如说 你那个大狼 对面普洛杀拉起来的大狼 直接一到场去 直接给他按死 他地府根本没法毒回血 是吧 可以虽然抓一下 抓两下就抓下去 我能算一下速度两下 差不多 现在祖赛这边 零洞刷起来 对面就没零洞了 没空谷啊 我刚刚一直封你葡萄山 地府我都不管你 反正封也不好封吧 地府 封你葡萄山 帮你刷零洞 就这么简单 你能够想秒就嘛 宝宝都满血的啊 秒个两下也秒不死 你宝宝不可能跟的 你现在宝宝肯定要抵要 不是抵要就是要解封 哪来得及跟我跟着叔叔啊 对面大狼可惜了 其实对面的战士有点问题 点葡萄山没意义啊 两次点葡萄山 我就完全没看懂啊 还丢翻天一点 这种点啥很亏的 真的 点葡萄山真的很亏 本来葡萄山就不好点 跟大狼比起来的话 而且点死了葡萄山 特别是把葡萄山点到残血 不像大航啊 大能点到残血 没有宝不顶要少不出来 他得不停的起子人起法宝 这葡萄山你点死了 他残血之后 他有经脉嘛 那个叫威吉 还什么呢 那个经脉 回復效果翻倍啊 直接一个灯 双灯效果 直接就 两千血 相当于一个双灯效果 两千血 不是双灯效果 相当于就是 两回克的灯效果 说的更准确一点 双灯是给两个人家 这个应该是说 两回克的一个灯效果 就你比如说 宝宝拉起来 我打个比方 我用最慢的宝宝拉起来的话 是一千血 然后葡萄山起个灯 然后 一千加一千两千 回合开始 又是一千四千血 就说 两回克这里 所以她的家四千血 四千血四千伤 你怎么玩 完全没压制 你大到还得休息吧 龙龙去面描述对面宝宝 现在对面宝宝也不神 有点难打的 出孩子 应该是找孩子 找就跟孩子在拉着 宝宝还说出 这没意义啊 那这边给龙龙顶要 回溯都要 现在让龙龙快过大堂 这个时候快过大堂 就好很多啊 对面战术有问题 前面压了一次大堂 后面去也点葡萄山 对面就有个死魂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对面会很迷的 会去想着去点葡萄山 而且 而且主持人这个阵容 不是说一波能冲下来的吧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点葡萄山 一般偶手我们是点了输出之后 可以去点葡萄山 让这样的话 这个输出就算起来了 葡萄山也要先给自己加伤 先保证自己站得住 因为输出死了没关系 但葡萄山不能从小手上死对吧 所以葡萄山起来了 他肯定是要给自己加状态 但是你 他连输出都没点死啊 对吧 你直接点葡萄山了 他就点死了一次 后面就直接 后面就直接冲着葡萄山来了 我就没搞懂 他是想什么 我估计就是我喉咙发言了 好痛啊 理解一下 不过这视频快结束 我今天要撑到这个视频结束把它录完 所以我这样的说话好累的节奏 既然这样的话 对面应该是没什么希望 因为那个 现在大了行 基本上方寸起来倒还好 方寸起来分个身碎一下 还能站得住 大了行没机会出手啊 他妈的发现小叶穿的是低制裤啊 搞什么啊 王毅还玩点什么蛇 这个禽色的啊 盯住裸胸 裸胸啊 这边开出了那个 开出了这个控尸的这个 这个啊 一个长驱干死了 无间链鱼 对无间链鱼啊 忽然一时间想不起这个银色 这样这个葡萄山 只能让葡萄山去拿了 保不拉不了了 看回合数 应该是主持在这边赢了啊 总结一下张比赛 其实 这个确实是 虽然还有十回合 但应该没什么悬念 主持在这边 速度比较快 这个确实有优势啊 非常冒险的一个开个鸟镇 因为鸟镇被大克 基本上就很难能打了 因为那个基本上就是 点你的BOSS 大胆一个人都扫死你的那种节奏 而且能够面对生疼的那种 不过好在的是 这个鸟镇看得很好 就在于 全部速度拿到 风隙一锁 虽然后面被抢过去了 但这无所谓啊 因为确实方正他速度不好抓啊 他分了身体抓不了 他无中 总管你是站着那张人家抓 没办法 然后那个物理比对面的地府快 前面让对面地府抓了几次这个大胆 然后轮功后面抓的比对面大胆还要快了 这个让对面又必须得去管大胆的速度 好最关键的是点杀啊 主持在这边压制大胆压得非常成功啊 虽然对面也其实防了几次点杀 但是主持在这边的压制更强 你可以看到在两个宝宝的情况下 我怎么来防对面点杀 不防我直接继续点你大胆 我只要你大胆少不出来就行了是吧 就这样的一个压制 然后让对面完全没办法 就是说你这个我速度快 压制你大就这么简单 起来睡龙羹 然后放着暗闪主战这个伤太多了 主持在这边可以换虚密一波了 觉得啊 但他现在如果求稳的话 因为这个我刚刚说过嘛 复战就是两个小时嘛 一般来说两个小时打完的话 比赛回合数差不多啊 如果两个小时打完比赛回合 主持在一百回合之间 一百回合之间 就像你们看小主持在打平 一般都是七十多回合 因为小主持在一个半小时 如果是两个小时比赛打完的话 一般是如果是正常来说的话 正常来说一般是在 是在一百回合之间 如果有石腿会稍微慢一点 石腿如果无限飞机 那个速度真的会慢 稍微慢一些啊 还有地府的毒的话 毒多的话也会慢一些 其他的话差不多一百回合吧 然后中间对面确实不应该去点那个葡萄山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白银 两次还没搞懂 虽然后面点死了 但没卵用啊 没中小手直接拉下就没压 就没压力了是吧 你这个点杀队就要压输出压风系 这两个陈述光学 你要么压着风系打 压着风系这边少个风系 然后那个你的风系就封着输出打 又封着输出让他没法连贯 然后又可以早就会点输出 然后风系起来又继续点风系 因为风系控风的控风系的尸体 或者说压制一个残血的风系的尸体 跟压制一个大堂一样 非常简单 对吧 应该这样吧 不应该去点这个葡萄山的 这是个非常大的白银 对面的输出压 确实是比这边强一些 正法的原因 但是这个 虽然输出强 但是没老用啊 这个没速度 对吧 主持人这个指引神 这个大堂好像是花木兰 那个大堂 我记得没错 他们好像是今天有曝光嘛 那个大堂 反正带来战神的武器 这个我记得这个 这个大堂啊 武器还是利敏双家 现在大堂利敏双家 可以相当于 利敏双家其实就相当于利狼 因为大堂现在你看 每个都在强输了 现在哪个大堂不加敏捷啊 说实话 就靠零私利点敏捷嘛 不可能的是吧 大堂现在都要加利敏捷了 所以这个大堂相对 这个利敏双家 你就可以少加一些敏捷 加利量上面 相当于就是说 加了这个力量上面 我记得好像是上了多少段 上还是能接近一千一的 一千一的伤害 双家顺上的话 非常屌这个武器 梦幻第一武器吧 梦幻第一武器啊 是整个梦幻的第一武器 并不是说女大堂 男大堂里面啊 他这个应该是个女大堂嘛 但是也是整个梦幻里面 第一的武器啊 伤害 好 起码来解毒 只在这边开个天地 开个天地给自己啊 然后这个笑了一下 这边的法系 宽版这个号 其实我也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他最开始 卖出去的时候 是卖给了一个重庆的老板 那个重庆老板 也跟我联系过 然后以前分裂在直播的时候 也开过他的号 玩过 玩过花蛮的号 不过那个时候 是大堂最颓克的时候 那个时候双龙宫崛起的时候 然后那个花蛮 那个老板也是比较 无奈啊 没办法 大堂没法用 那个那代代应该经历过 双龙宫嘛 完了这双某王 大堂还是没地位 后来就像现在啊 才有才慢慢慢慢有地位的 慢慢慢慢的 这个零四出来之后 零四出来也没什么地位 慢慢慢慢的 这个七七八卖改了 是吧 化身之后 大堂才有地位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七七八卖大堂 后来是改过的嘛 后来改了七七八卖 然后化身之后 大堂才有地位的 之前还是双法的 这个还是双法的局面啊 物理系 你是很难能看得到的啊 这高端局啊 不错高端局啊 决赛啊 比较重要的比赛 基本上还是双法在对打 所以这个画面的那个大堂 当时是比较无力 现在就比较 比较流域了 因为现在这种大堂就非常好用啊 现在这种点上 谁不想象一个这么流域的大堂 对不对 这么牛逼的武器的大堂 你要想想 这个几十点伤害 相对于多少段宝石了 多少点 多少点属性点了 这就很关键了 好这边直接是 把对面的法系 直接是扫死了 对面也是要崩盘的 分裂的斗鱼直播间 是973109 每天晚上见到直播 如果 因为不是直播梦幻 所以我只是给大家提一下 如果想看分裂 玩路亚鲼的 可以来斗鱼直播间 然后也会 也会OB一些 那个韩服的王者局啊 因为最近新赛季开了嘛 路亚鲼开了新赛季 所以在自己玩 然后过一段时间 可能还是要OB一下韩服的王者局 给大家解说那种 反正有玩有解说吧 那个虚名的话 这是秒吸收不知道 应该是秒了个吸收 这边直接是给孩子丢说话 有想法 对面也放弃了 没办法 这种局面基本上就是一边倒 崩盘就崩得很快啊 因为这种点杀队的话 压制你非常容易的 崩盘就会非常快 不像双龙弓啊 出现很多很多变形 因为双龙弓 他伤害分胎分胎分胎 哎这个没死那个没死 一下又回上来了 然后宝宝省个两只 他一下就回过来了 这种点杀队 就是小双一丢丢丢丢丢丢 然后你就 基本上就很难能站得住了 是吧 小双一丢你节奏 基本上就没了 这个完全不一样 有时候需要一些关键门 门派来回复 或者关键门派来压制 但人家你中的小手没法拉 或者宝宝刚好又肥掉 拉不了 这就很麻烦 那双龙弓他就是有时候看 就是控场 双龙弓在控射的时候 有时候看你运气 如果刚好那个伤害 那个方伤害分胎 那个双龙弓的伤害比较分摊嘛 相对于就是可以这样说 秒的那伤害 那个一千多一千多嘛 也稳定嘛 如果准备 刚好残血又回上来 然后你半天秒不死 一会半天秒不死 然后对面慢慢把人夹起来 这个这个技能解封 解的真他妈nice啊 直接点大的技能解封 然后葡萄山人破了分身 然后给他丢了个小爽 就一点葡萄山 对面顶了个药 我发现我的病很奇怪啊 我发烧已经是四天前的死了 然后舌头没味道 就舌头吃什么都苦的 然后那个有三天 然后他妈的完了之后 现在又开始那个 又开始那个感冒 然后这个重要是感冒的征兆啊 发烧跟感冒还是不能清楚了 我觉得我的病很诡异啊 轮着来是吧 妈的 轮着折磨我的身体啊 来吧 互相伤害吧 给大家提一下那个 为什么要提到那个 就是这个 因为当时我 我发现我没味觉的时候 挺怕的 我说为什么吃什么都苦的啊 我特别特别怕 我说完了 我没味觉了 我就想到什么情况 后来摆脱一下 原来这是某性 这某性不是某性 是有极少一部分 就有极少部分 会在发烧之后 有有这样的后遗症 就是在发烧之后 吃什么都苦的 好像是 反正说的是什么唾液 什么什么 不是唾液 是什么 什么体内什么分泌 什么不足 需要补充维生素C 然后吃一天维生素C 就好了 那个 但是他妈的又开始 又开始那个喉咙痛 真的是受不了 好 地府读一下 看来是我体质太弱了 现在在家里面 有时候可能需要去健健身了 好 顶了个药 对面也顶药 没有加我QQ群 可以加下我的QQ群 95 18 93 46 一个中式粉丝的QQ群 里面非常多的粉丝 里面的人也特别喜欢吹牛逼 反正各种人才 里面的人说话好好听的 开玩笑啊 好的 那么这个 这样比赛基本上 就这样结束了啊 这样比赛 这个是决赛啊 所以这样赢的主持人 是夺冠的啊 恭喜这场夺冠 这是一个 算是开了个好头吧 新年之后的第一次复战吧 应该是吧 新年之后第一次复战 直接夺冠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啊 开了个好头 这个好头一开的话 估计 因为太和殿是 但是夺冠大人们太和殿是没有进十对墙 比较出过我的意料 新年 新的一年到来呢 太和殿不行了吗 对吧 可能当然也可能运气有点成分 有点啊 超级神马 对面还出之神兽 反正都没了 反正出之神兽来看一看 是吧 我刚刚封了一把对面 其实神马也可以的啊 现在神兽虽然说没有 没有那个什么 神兽虽然不能进 没有特性是吧 没有那个 不能那个一百一 神兽自治好啊 一千六一千六的自治 是吧 这么凋的自治 牛逼啊 整整的 神兽自治现在牛逼逼啊 这个群秒爆三个 还爆四个 爆得很爽 好 恭喜紫星城 这个一百二十七戒 福战直接夺冠 下一戒福战不知道谁能夺冠啊 这个毕竟 太阳电都因果里放上了 是吧 不知道 古属城能不能平时重来 或者只能再次威眠呢 啊 也来个什么两罐一啊 或者三连罐呢 是吧 都是有可能的啊 蝴蝶拳也苦事丹丹 还有流化虎这些服务器啊 所以我们期待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八戒的五神坛 复战的决赛吧 应该是期待一百二十八戒的五神坛 生病了啊 理解一下 这个嘴巴有点说不太清楚啊 妈的 因为喉咙一直是痛着 说话也是蹦着那个喉咙有点痛